滑雪玩家都知道 极地自由滑雪危险性相当高 冒险家享受急速快感 却往往带来死伤 这位滑雪美女马蒂达尔 是自由滑雪界的天后级人物 更是夺冠王 但就在2016年 她拍摄广告时 一场雪崩 她混沌极地 跳跃翻转滑雪 冒雪家在极地 极速奔驰 这是冬季极限运动 自由滑雪 全峰万岭 浩浩白雪 滑雪家在冰天雪地 自己游游 自己望我 这是自由滑雪 最危险的极限运动之一 每年吸引成千上万 探险家 享受追踢快感 我认为这一刻 在我的手段 就是我在中心中 我感觉我知道 我正在走哪里 他是马蒂尔达 拉卡普特 金发碧眼 甜美可人 一出场就吸引众人目光 被誉为闪电女王 马蒂尔达一身天赋异禀 2011年夺下 曼维亚滑雪赛世界冠军 2013年 维尔比耶滑雪会冠 但好 还要更好 跳跃 倒立 每天操练体能 维持实责战斗力 马蒂尔达 誓言要滑到80岁 但谁都亮想不到 所以深圳悄悄召唤他 2016年7月14号 他在治理安地斯山脉 进行广告拍摄 托鲁奇来的雪崩 从四面八方朝他而来 马蒂尔达拼命向下滑行 却依旧逃不过 自身魔爪 瞬间被冰雪淹没 被发现时 早已因缺氧 尽脑部损伤为王 得年30岁 自由滑雪最大的特色是 挑战基地 在荒野区域 征服恶劣气候 突破艰险地形 穿梭 俯冲 完成创举 被滑雪玩家 视为终极任务 也因此危险性极高 每年自身人数 滑雪者跳下雪崖 意外失去平衡 连魂带翻 从垂直80度以上的 峭壁 急速坠落 最后贪躺在雪林平台 却早已全身多出骨折 因为出血失去历史 根据美国滑雪场协会 USAA数据统计 2016年 雪季只有39名玩家 在荒野滑雪中 互相身亡 而其中最让人联系的 穆克林塔 他是艾斯特利巴莱 年仅21岁 成本冷静 静高 人胆大 能轻易闪过 倾斜风雪 全身而退 他连续拿下 2015-2016年 自由滑雪世界 巡回在冠军宝座 再加上金髮碧眼 漂亮可爱的容貌 被视为最闪亮的 明日巨星 但谁都料想不到 就在他风华正盛 明日双收之际 巴莱正一步一步 滑向四望深渊 2016年4月 巴莱在阿尔卑斯山区 参与电影拍摄 一片雪海突然 倾泻而下 朝大风流而来 巴莱逃生不及 被冲进狭窄 陡峭斜坡 被发现时 早已向遭避 得年21岁 自由滑雪总是伴随快感和恐惧 探险家征服荒野基地 实现自我 却随时会动上性命 即使一起又一起的意外 夺走宝贵生命 但玩家们依旧前步后继 在无影雪地创造冰雪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察卡 JF Ourняя Volvo 收 Med va一下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